人生干大事 原来你是这样的赵丽颖 也以为赵姐一周官宣两部大制作电影 拿下飞电视后已经够牛了 没想到她早已进入了另一个level 当选河北省丽颖世家协会副主席吃上了国家饭 果然当年赵丽颖说过的每句话都算数啊 还有谁记得赵姐走一步被骂一步的演员路 从出道开始被骂掌的图 明明一路从小被决一点点走进观众的视线 还被黑粉造谣有潜规则 演正派角色的时候被骂装纯洁 演反派角色出圈 说本色出演 因为综艺上的一句与好友的玩笑话 被骂是暴露了本庆 你甚至还能看到她对瓶子喝水都能够被盯罪 好像在这个隧道 一个没有后台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 然而一个能从骂声中杀出重围的王者 她的大心脏绝不仅仅是能够扛住大压力 还有她绝对的魄力和能力的助脚的品性 当年赵丽颖在拍摄尤飞的时候 因为剧本遭到魔改而几次抗议 甚至因此拒绝继续拍摄 可惜因为她没有后台 没有可以自由改戏的咖位 最终还是妥协于资本之下 所以可以想见有飞播出后被骂惨了 而身为主角的赵丽颖就首当其中的承担了骂名 事情发生后 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将自己摘干净 而是道歉说自己没有给观众好的体验 今年上半年一部《与凤行》上映之前 对粉疯狂吐槽这是中年过偶 赵丽颖同样没有着急成亲 反而说欢迎大家来吐槽 没想到播出后骂声瞬间就消失了 都知道那鱼最不缺的就是帅个美女 那么多靠着颜值吸引来无数死忠粉的明星 却只有一个赵丽颖 硬是靠着眼睛和品性 一点点攒下了路人盘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恐有脸蛋的明星一个接一个的塌房 唯有当年被黑涂丑的赵丽颖 一路弯道超车远远甩带了同龄化 真的应了那句话 流水不争先 真的是滔滔不绝 看到影仙主任对她的评价才明白 不是我们慧眼石珠发现了她 而是她披荆斩棘 走到了大众的面前 跟郑苗红说的就是赵丽颖吧 她未来的人生道路肯定还不止于此 这才是干大事的人